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同学晒出初中合照,赵丽颖无意间抢镜,看完就明白她为何能成明星 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奇事情总是会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之前就有一位同学晒出了初中合照,可是却没有想到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本来不清楚是为什么,直到看见照片中的赵丽颖之后,也是瞬间就明白了 赵丽颖她其实出生在一个农村的家庭里,在没有出道之前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 做过很多的职业和工作,甚至还做过乘务员 所以之前上的一些学校都是比较普通的,并不是十分的出众 可是自从她走红之后,越来越多的一些同学都会怀念和她曾经在一起的那一段时间 能够看到在这一组照片中赵丽颖其实也是特别亮眼的 不知道大家看到第一眼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认出来 虽然照片并不是特别的高清,可是也丝毫挡不住赵丽颖的精致了 那个时候的赵丽颖扎着一个滴滴的双马尾,看起来是非常朴素的 甚至在同学当中也并不是特别的普通 但是她的气质却让众多人都觉得成为了焦点 虽然只是站在了角落的一个位置,可粉丝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 那个时候的赵丽颖就是一个圆圆的脸蛋 虽然并没有在这些照片中抢风头,没有站在最中间的位置 只是站在了一个角落,可是她的那种清秀气质也是让人从她的身上一步开眼 这可能就是赵丽颖她天生自带的那一种魅力了 所以在看完这样的一组合照之后,就能够明白她为何能够成为明星了呢 因为赵丽颖她也是从一个小角色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而且当初的她就拥有着超精致的一个颜值 身上就有着一些明星饭 所以好像就注定能够成为明星了呢 而且同学晒出的这张初中合照并没有提到赵丽颖的名字 可是粉丝却一眼看出了她 也感觉到了赵丽颖这些年并没有改变什么样貌 也是天生励志的呢 赵丽颖配音工作照罕见曝光 穿运动服套装美翻天 最新穿搭成爆款 休闲装真的太好穿了 明星们大部分的私服造型也都是休闲装的穿搭 而想要把休闲装穿出时尚感 似乎也不难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一品高的明星穿搭 都是基础款的休闲装 但是却可以穿出很出彩的效果 赵丽颖这几年的一品可是提升了不少 这也让她的私服穿搭更有看点 不久前她的工作照花絮曝光 在为新剧配音的赵丽颖 身穿休闲装的造型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看似简单的穿搭 却展现了明显的时尚感 其实想要把休闲装穿出明星一样的效果 这几个穿搭技巧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技巧一 套装式穿搭 第一个技巧就是运动装的套装穿搭方式 这也是最简单也最可以凸显造型时尚感的一种穿搭方式 和传统的运动套装不一样 这里我们所说的运动装套装式穿搭 重点会突出服装的造型感 对于简单的款式来说 突出服装明显的造型感 会更容易展现穿搭的时尚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赵丽颖的这身穿搭 就很好的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为一款式的上亿自带oversized的版型 夸张的落肩设计放大了衣服的版型 卷袖口的穿搭方式 也强调了衣服细节的扩型变化感 而裤子选择了宽松的扩腿裤造型 更放大了整身套装的明显扩型感 Tips 对于套装式的穿搭 我们要注意把扩型重点集中在上半身 这样可以起到视线上移的效果 能充分的体现修饰身材比例的作用 技巧二 选择带有设计感的款式 第二个穿搭技巧就是从衣服的款式设计上入手 虽然大部分的休闲装饰基础款的造型 但是也有一些款式是带有明显的设计感 比如赵丽颖早前的这身造型 不管是上衣还是裤装 就很好的体现了衣服的设计感 衣上衣的挖洞设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衣的设计亮点 针织衫作为休闲装的种类之一 因为面料的针织效果 会在很大程度上凸显造型的慵懒效果 搭配宽松的版型 也会起到一定的修饰身材效果 而赵丽颖身上的这件针织衫 不仅有着明显的设计亮点 款式扩型也是一大亮点 01设计亮点 有些横领的效果搭配 肩部对称挖洞的设计 很好的凸显了造型的性感风和修饰肩线的效果 而整个袖型宽松的版型 搭配有些蝙蝠袖的设计 也在最大程度上起到了修饰双臂线条的效果 02扩型亮点 整件衣服短款的衣长 搭配100收口的设计 让原本宽松的版型 有了明显的上松下紧的既视感 这样的效果会最大程度的 起到修饰身材比例的效果 对于修饰身材来说 会更好的起到修饰上半身的身材 02裤装的腰部设计感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赵丽颖选择的裤装 牛仔裤搭配扩腿裤的扩型 衣感和搭配的平衡感 上衣的正面挖洞设计和裤装的背面挖洞设计 也突出了整身设计的高级感 而选择腰部挖洞 更起到了视线上移的效果 让后背的视觉重点集中在了高腰线的位置 可以更好的起到修饰身材比例的效果 赵丽颖新剧官宣 看到主演名单 观众 这确定不是楚桥传2 说起赵丽颖 大家可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她作为85小花中的一位佼佼者 不仅出演作品无数 奖项更是数不胜数 说是当今娱乐圈的引领者都一点不畏过 赵丽颖新剧官宣 看到主演名单 观众 这确定不是楚桥传2 2006年 赵丽颖正式出道 2011年凭借新环珠格格中的情儿一脚被观众认识 之后在陆珍传奇中收获第一波流量支持 2014年 2015年两年 凭借珊珊来了 花千古两部大剧 赵丽颖便一月成名了 自此彻底打开了影视剧之后 2015年之后 赵丽颖先后主演蜀山战绩 女汉子真爱公事 吉祥天宝 老九门 清云志 烟纸 密战 西游记女儿国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幸福到万家 有匪 谁是凶手等诸多作品 但是 要说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 还得是2017年热播的那部《楚桥传》 该剧由赵丽颖领衔主演 林更新 李沁 豆霄等人主演 堪称近十年的古装剧巅峰 在《楚桥传》这部剧中 赵丽颖饰演的《楚桥》 可以说是入目三分 即近人心 说是楚桥本人都一点不为过 当然 林更新 李沁等人饰演的角色 也是相当的完美 也正是因为这部《楚桥传》的完美 才让无数的观众期待着 第二部的开拍 可惜等了都要五年了 也没有等到启动的消息 不过日前官宣的另一部大剧 却引起了观众们的兴趣 该剧名为《江门独后》 是根据千山查克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 主要讲述大女主沈庙与男主谢景行之间的恩怨情求 日前已经公布了要影视化的消息 不仅如此 在《江门独后》宣布影视化之后 还爆出了几位主演的消息 将由赵丽颖 林更新领衔主演 分别饰演女主沈庙 男主谢景行 李沁 斗肖特邀出演 看到这样的演员阵容 无数的网友们真的是惊呆了 不仅仅是因为流量阵容的强大 更是因为这四大主演的在聚首 要知道 观众们之所以那么期待《楚桥传2》 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 想要看到赵丽颖 林更新 李沁等人的在合作 虽然如今《楚桥传2》依旧没有消息 可是昔日的主演却重聚到了这部《江门独后》中 这是否是要弥补当时的遗憾呢 对此不少观众评论 这确定不是楚桥传2 那么大家怎么看呢 《楚桥传2》中